周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美国马里兰州与到访的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第34届澳美部长资商会议 印太安全是这次会议的焦点之一,而中共在该地区的胁迫行为又是双方关切的重中之重 两国部长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重申,强烈反对中共在南海和东海等海域采取破坏稳定或胁迫性的单边行动 同时表达了对中共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的担忧,敦促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而不是通过威胁、武力或胁迫 两国商定,澳洲将从明年起与美国共同制造制导武器 同时增加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包括扩充轰炸机的数量 从而在印太地区起到威慑作用,遏制中共 就在美澳2加2会议结束的转天 美国、澳洲、加拿大和菲律宾的海空部队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 军演为期两天,海军舰艇和战斗机将进行反潜战演习和联合海上通道演练等 为的是加强四国的协同作战能力 共同应对海上挑战,维护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秩序 同一天,中共军队声称,在南海黄炎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 被认为针对四国军演的意味明显 菲律宾军方证实,演习期间有三艘中共海军舰艇在进行跟踪监视 这次军演是美加菲奥四国的首次联合演习 而在上周,菲律宾与日本也第一次在南海有争议水域举行了联合军演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